如果我只有四星或者五星兵力 你又不想追六星兵力的話 風寒月這個Pool是值得大家去投資的 影片開始的時候 大家可以按訂閱按鈕 以免錯過最新的遊戲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次的影片會講回台服8月26日又有更新 上次更新推出了一個新活動 新蛋池和蛋池有少少調動 而今次也會有少少調動的位置在哪呢 我們不如一起看一看 首先第一個更新就是食之鬼推出歸真玩法 而歸真就是使用關卡裡面的角色完成了裡面的成就 而歸真難度的第一章已經推出給大家觀看 有興趣大家可以回到影片下方連結 就可以跟著影片去打 第二個特別地方就是限定召喚 限定召喚就出了風寒月和音丹 日期就是8月26日至9月28日 如果大家一直有看直播都知道 叫大家不要急著抽蛋池的原因 因為台服和綠服的做法都會在 蛋池完結之前兩天內或者一天內 推出一個公告就是說 接下來究竟有哪個新蛋池推出 所以在兵離、夏侯儀這兩個Pool的玩家角度 我們就有少少不同的想法 待會也會講解這個Pool究竟適合哪些玩家 而另一個Pool就是指風加恩健平 台服的Pool全部都有所調動 究竟值不值得抽 待會也會講解 另外還有超值禮包 超值禮包就是透過儲值賣卡 可以獲得相關的獎勵 其實這堆獎勵不是太吸引的靈魂石 食之精 另外一些絕的魂石 而這個禮包大家可以省多少錢 而最後有個問題 收復就是4-3 當中有個關卡就要打Boss 就說低至20%血量就通關 官方都發現這個問題 可以修正1%就可以通關 首先這個更新 其實有少少針對我們台服玩家 因為活動的次序和食之粒歸真難度的次序有少少不同 六伏就是首先出了食之粒給大家賺了資源 賺完資源 然後等級可能去到40-45的時候 再開放新活動給大家打 所以大家打新活動的時候的戰鬥力十分足夠 台服反過來 知道大家玩的進度非常快 所以就給大家玩了新活動 玩完新活動 然後再慢慢打歸真難度 因為歸真難度 深信如果有玩六伏的玩家都知道怎樣打怎樣通關 所以可能官方懂得到這一點 知道這些一定是給我們玩家賺資源的其中的地方 就不如出完新活動 再讓我們慢慢儲資源 儲資源 為甚麼呢 就是為接下來這兩個限定次 而彈池也有調動 就好像上次更新的 慕容旋機和風靈身 明顯就是針對當時六伏推出這個Pool 大家為的是甚麼角色 例如我針對風靈身的熱度比較高 所以就拿一隻比較沒有出場率高的角色 陰蟬 另外慕容旋機 三色陣必要的角色 所以他知道這隻角色重要 然後就放一隻六伏 基本上沒甚麼人會出場的兵攻 這個策略是非常明確 如果是一個經營手法來說 但在玩家角度就非常悲慘 一歪了就不得了了 也不知道放在倉上還是拿出來 因為拿出來的實用性又不高 所以大家看到台服對一些沒有用的角色 或者不實用的角色 他就會參照六伏一些機率 知道這隻角色出場率低 就會放在一些大撲 變相你想要T0角色的 就有一個封念在裡面 現在反過來 知道大家抽了T0角色 陣容方面 大家應該打錯名到45或者50 去到這個階段的觀眾 就會更加講究完整度 完整度的意思是甚麼呢 例如打火創鳴 大家如果沒有風寒穴 有一點點吃力 單憑兵來打火創鳴 當然前期是夠力的 但到後期大概台服應該是 上限開到55的話 你沒有兩隻兵屬性的輸出打手 是非常吃力 所以今次官方就趕快推出一個復刻詞 就是風寒穴再加彈任 這兩隻角色都有賣點的 第一 你抽不到兵離 又或者你覺得兵屬性 不夠傷害 就可以抽多一隻風寒穴 打炎創必備的一隻角色 因為你可以組 風寒穴 兵離 台怨 這三隻加起來就是一個兵法陣 再加多一隻工具人 單憶 如果打炎創55層 都100%痛慣 只不過是你的攻擊力 還有練度 再提升一點點就沒問題 這個pool我個人來說 都很建議大家抽 因為首先 我沒有單憶這隻這麼有用的工具人 第二 我只有一隻兵屬性的角色 兵離 在炎創的輸出方面 是差一點點的 如果我抽到六星兵離 就另一個說法 如果我只有四星或者五星兵離 你又不想追六星兵離的話 風寒穴這個pool是值得大家去投資的 假設最壞打算 抽不到風寒穴 也有單憶 單憶在其他的創名關卡 都是非常實用的一隻角色 特別在前期 到第二個pool 就是子豐再加恩賤平 子豐在六服來說 就是把他放在冰宮 大家看到冰宮都不想抽 加上子豐的吸引性大不大呢 不大 所以在六服層面上 很多玩家直接放棄了這個pool 台服如果敢出 子豐再加恩賤平 吸引點就大了很多 為什麼這麼說 第一 夏侯儀的pool 角雲衣再加夏侯儀 如果我沒有信心抽夏侯儀的話 那我再多個選擇 就是抽恩賤平 因為夏侯儀的pool 如果抽了角雲衣 都不知怎好 因為你抽了角雲衣 又不夠風寒 又是放在雪櫃裡 又是不知何時再拿出來 抽夏侯儀的pool的玩家 考慮性是非常大的 你有風寒 就自然不想抽到角雲衣 但是你又不夠嚴屬性的打手 所以變相這個pool是變得很矛盾 但現在不同了 你多了子豐的pool 因為子豐又有恩賤平 假設抽不到恩賤平 還可以抽一隻子豐 其實是一舉兩得 因為上次慕容船機的pool 太歪了 歪得很厲害 抽不到慕容船機就中兵攻 這個風險性 不是每個玩家都承擔得起 所以十分之建議 如果你嚴屬性 未齊隊 恩賤平 我覺得大家值得抽 另外雷屬性 你沒有抽到慕容船機 你只是單憑主角 或者以明容的話 你想多拿一隻輸出手 就是拿自風 有兩類人我覺得不用抽 首先不適合的玩家 就是當中包括無課玩家 三色陣的玩家 因為你首抽已經有兵 其實你缺的角色有哪一隻 就是嚴屬性角色 雷屬性角色 你沒有慕容船機 都不要緊 有主角 又或者以明容 雷屬性方面 是否很缺呢 就不是很缺 子豐的點 是不是很特別要抽呢 又未去到很特別 需要大家抽的 所以 這一類型的玩家 我就建議大家可以留一留石 別是組了主角 戰陣的玩家 無需要再拿些額外金錢 來抽這兩個Pool 而這兩個Pool 適合哪些玩家呢 你對創命關卡有要求 想讓別人更快一步 打倒台服的55創命關卡 特別是嚴創 一定要有風寒穴 陰丹這個位置可圈可點 但有的話 大大可以提升到你的成功機率 第二類的玩家 就針對你沒有嚴屬性的玩家 夏侯儀我沒有 寒千獸又沒有 欣見平更加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一類型的打手 打雷創就非常吃力 所以很建議無力石 抽夏侯儀的玩家 這機會來了 給你一個機會 補完你缺炎屬性的角色 這個部分 殷劍平就是你首選 假設殷劍平抽不到 抽到一隻子豐 也不用那麼傷心 因為多隻雷屬性的打手 打冰創也沒問題 例如怎麼做呢 子豐、梁哥、鳳媽 因為子豐會有戰陣 剛剛講過的乳士 乳士就可以配多隻新獸 第一時間可以獲得的李盈虎 又或者我不玩戰陣的 三類組合 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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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蓉船姬 艷明玉 刀德 又或者 主角 梅蓉船姬 子豐 刀德 子豐這個點 無論如何 他都會有機會出場 殷劍平 就更適合嚴屬性無打手的玩家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可以按個讚 還沒訂閱的觀眾 可以按訂閱鍵 有什麼想跟我說 歡迎在下面留言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請注文 按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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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 按鈴趣 感谢观看